你舊分錢科技也太煩了吧 我是覺得說如果我們現在什麼都沒辦法做的話 那到底要做什麼呢 那我們可以升主堡 對啊我幹嘛那麼care啊 我突然覺得我被束縛了 我們可以升主堡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幹嘛 好那這邊是要什麼 鐵礦 對我那時候也 我覺得我被束縛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一直找不到它的 其實我 這款遊戲我一直找不到它的方向 然後後來想說 我已經被束縛了 也就是說我搞錯方向了 那時候應該是 我們應該要先看主堡要幹嘛 而不是看那個吧 所以現在是要鐵礦嗎 對對對 哎呀我真的不應該被束縛的 所以我們來搶我們現在要搶土地是不是 等一下我現在在哪裡啊 等一下不是不是不是你出去美 哎啊我們怎麼沒有那個啊 搞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搶市集地對不對 啊 你在糊弄我吧 啊 我現在兵有那麼廢嗎 應該是沒有訓練的關係吧 好所以其實這遊戲它是非常耐玩的哦 然後主要是因為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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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段時間沒完之後 它我們的資源就不見了 所以你要再重弄 所以大家要 把它弄完 在這裡在這裡 哎唷 哇哩勒 然後其實我本人是覺得說 訓練兵贏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你要出征的話你就是要訓 那你要訓的話你就是 所以你們也不要被束縛了哦各位 我剛才講個東西你們知道嗎 其實我被卡在束縛那邊 那其實那不是真正的卡 因為我們殭屍很像也卡在那邊 真正的卡是主 呃主堡 主堡不能卡 其他都卡沒關係 哎呀講那麼多 飛死了 所以重點是 這個系列武將其實我們都沒有在講 所以今天這集的重點 跟你們複習一下我的一些 它就是一個 很酷炫的一個 把那個三國角色做得非常漂亮的一個手藝 這個是新系統吧 我不講那麼多 快點 啊 而且後面才發現它很像新增更多角色出來 吵吵 這隻很像是遊戲的大獎 哼哼 自夢的 選操也很像也給你們看過了對不對 然後它有什麼諸葛亮 對 都你看一下好了 因為有點沒印象了 差一點點像講那個貂蟬那邊 然後就問號問號了 那一碗 演員張飛在此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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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